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化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茶中秋节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 包括我们的茶叶 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为马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支持 来谈谈中国经济 中国的经济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美脱钩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李日学者 在亚洲一个什么经济研究员叫丁可 他说从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应对来看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真正的挑战 但还是对他未来有审慎的乐观 丁可指出 他说剔除疫情房地产爆雷等短期冲击的影响 如何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之下 保持科技进步 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 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挑战 中国人均GDP2019年就到了1万美元 历史经验证明 很多国家的达到这个发展水平之后 就堕入了 对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经济增长停止不全 二战之后开始工业化了经济体 只有四小龙和以色列 进一步把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升到3万美元以上 为此平均他们耗时24年 连增长率降到了5%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了中等收入的阶段之后 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消失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才能够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起 发展大国家 发达国家 开始把赶超者视为对手 技术引进的难度 抖拦提升 而中国面临的形式更加远近 巨大的体量 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 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严重的焦虑不安 所以他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中国必须跟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脱钩的巨大压力之下 继续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他看法就提了两个问题 中国经济能不能夸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呢 中美脱钩真的是不可避免吗 他认为 还是要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他有三点理由 第一 中国已经通过了一系列产业政策 成功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数码经济领域建立了竞争优势 国际学术界认为 与传统产业政策不一样 政府对新兴产业和前营科技的投入 如运用得当 有利降低风险 激励企业家精神 帮助后发国家实际上挖跳 挖跳式的发展 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叫吴小英 他认为广义的数码经济行业 贡献了过去二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了约三分之二 说明有关的政策有成效 第二 在技术引进难度加大的情况之下 制度引进逐渐成为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 他说以新型举国体制为特征的中国创新体制 跟世界通行作法有很大区别 但事实上这个体制随时可见先进国家的身影 中国的顶尖大学和科研院所 引进了包括预聘制首席科学家制度 在内大量源于美国的基础研究的制度 制造业领域 备受逐步的专精特新的企业 借鉴着日本德国的做法 旨在开发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联合体 对标是发达国家 发展半导体关键技术时广泛采用的创新联盟 这是宏观的角度 第三 即使在中美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 中国政府能够致力以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跨国公司以切保全球价值链上学习渠道的畅通 丁可说 以上事实表明 中国政府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现金所付出的努力 客观上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科技制度相似之初 日渐增多 中国成功的实践又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学习 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导致了 洛贝尔奖德主兼丁伯根教授 和清华大学崔资源教授 都曾经指出的体制趋同的现象 但是未来的国际分工 也许确实需要靠共同的价值观来维系 但某种程度的体制趋同 却可保证的经济和创新层面 中美两方的价值观不至于出现重大偏离 脱钩会被限制在一定篡围之内 所以他讲 在不发生黑天鹅事件前提之下 中美就长期保持一种既竞争又合作 既对抗又学习的态势 所以中国的经济很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艰难 但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这是丁可的看法 比较乐观 乐观前面虽然加了审慎 但基本上是结论性的乐观 丁可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应该是有一定的资历 他向我们所有人提供的 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 另外一种审慎乐观的预测分析 第二点 上述对中国高薪科技产业的三点分析 他忘记了这么多年来高压监管的 民营企业的网络平台 网络经济遭受了打击 而这个打击 虽然国家赢了 但是民营企业这个平台 有一点点一决不准的趋势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元气 不清楚 能够恢复元气的什么程度 不乐观 有关的分析 关于价值观和体制趋同 显然低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中国高薪科技产业的各种 断崖式的围堵和限制的力度 特别是美国 芯片法案 以及一系列对中国高薪科技产业的 各种限制 各种制裁 其实包括EDA等等这个限制 让中国很多半导体产业 甚至跟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一些产业 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一点在丁可的文章没有看出来 美国说为什么郑永年了一再高呼 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东升西降哔哩啪啦 是低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抗让中国的高薪科技领域的脱钩 的力度 所以他讲这些人不是爱国主义 是害国主义 其俄国已经出现 这些都是你自己说的 这叫自食其国 第三 所谓的中国美国的科技研究 创新研究 科技创新驱动的体制 出现体制驱同 而体制驱同恰恰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倡导者和原教主义者所反对的 他们这一套 不能跟西方的那一套 农合 弘合 趋同 他们是隔了不入的 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鼓吹者 一旦确定要跟西方全面交恶 过得西方已经意识到 你这一套是准备给我干一场 要维持科技创新领域里面的体制趋同 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现实性的难度 第四点 所谓的脱钩 是不是指局限于某个局部 或者指局限于某个高新科技领域 而不是所谓的全面脱钩 我们的全面脱钩 对宋美两国都是一个很难的做出决定 按照国际政治学者的看法 俄罗斯跟美国西方脱钩比较容易 因为本来就不是在一起 但中国的经济跟西方跟国际贸易体系的 融合度很高 完全脱钩会很痛苦 而且一旦完全脱钩会很麻烦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全面脱钩的决心 现在不一定马上能做出定论 但必须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中美两国之间的价值观的格格不入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我们宁可把困难和挑战孤气充足 而不只盲目的乐观 总认为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 东升西降 我们可以平视世界平视美国 美国已经在衰落 中国可以取而代之 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这些话 是称流量的话 是那些靠称流量挣自己的钱的人的话 是害国主义者 我们只是盲目的信从这些话 是不对的 只是审慎乐观面对不够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慈慈求是一点呢 而且慈慈求是这样一个原则 好像已经被抛弃很久了 现在捡回来 是不是还来得及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儿子 第二个 二天 三天 两天 三天 三天 二十 三天 二十 小依но 四 四 一 四 二 三